好了,來到真的我太久沒做一個關於遊戲的解說了 就是實打實自己的 那我拿回舊的影片吧 其實我真的不想拿DMC5的 但是真的我沒有時間去錄 我想約人 找個時間,然後錄一個維吉爾的 那就不用說解說了 因為M15關和第7關都解說過的 重點都是吹一下水 特別在第7關之前被人解說 但是有些原因 我以為他會玩的 誰知道還是他不玩 這個第7關就是第一個 戰點是可以不打的 那我其實很多時候很喜歡 特地第一隻手就裝備諾克炮的 諾克炮叫做MegaBuster 多些都是用中文的 我英文不是那麼好 那就順便念一下口网 英文加中文 後面就一直都是用中文代替的 那用諾克炮裝手有一個特殊的開場 我很喜歡的 那反正8隻手 一些戰點都 只要是來錄的關 很多時候手是夠用的 這些不用擔心 那其實這個戰點都可以不打的 那我就沒有怎樣看 那時候沒有怎樣看攻略了 那後來就 都是 這個戰點就沒有打 打過去 就是沒有說不打跳 那我就繼續打過去 其實這裏都可以不打 這裏都比較拖 一早就應該爆手 或者其他 那 因為打地下 其實用那隻雷手 叫做Overtry 就會更加好 我因為是 你玩得來錄的 一定是改制的 你儲力一定是要 儲在 那四個版機鍵 就是L1L2 R1R2 那四連斬 最後那一刻 慢一點 就可以一個重擊 傷害高一點 帶一個 躺地下的效果 那 菜刀哥的這個叫做 什麼 英文好像叫做 Hell 什麼Star Astara 什麼地獄 大家都知道的 翻身之後 就一個 霸體衝過來 很有威懾感 那這裏 一個 連斬 那些人叫拜年劍法 其實可以多加幾下 藍拳 但是 我因為那些 鍵的問題 好像不足 基本上 好像用藍拳 因為其實 藍拳 在 五代 它是 新加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個 點綴 那這裏爆隻手 用Gerber 01 即是一個DLC 裡面的熊噴手 熊噴手 其實跟 這個Gerber 藍拳 差不多功能 只不過 原地的 風格 鍵 一個是彈起 一個是用手 區別不太大 呃 紅手 好像是 原地 儲力的話 忘記了 紅手的原地 儲力 是不是 都是用死光 用射線 射我都不太記得了 太多了 不要玩了 我解說這裏 我解說這裏 找回舊的影片 下來解說 都沒有看回 一些影片 那 這裏OK 我們加速跑 就可以馬上 千萬不要碰到任何障礙物 不是會減速 因為它在 五代和四代不同 你碰了之後 如果一直有敵人在裏 你就算夠了十五步 十幾步左右 它都不會再加速跑的了 會變成一個很平常的慢跑 所以 那些 跳戰點的加速跑 你要跳過那些 戰點不打 你加速跑 就要看著 不要撞到任何障礙物 這裏其實都可以不打的 那這裏 我出奇地 打得很快 這裏其實 都不用變魔人的了 打了變魔人 就兩倍傷害了 我都忘記了 塗 五代那個 魔法 好像是 三倍防禦 三倍血量 不只三倍防禦 那麼簡單 我記得 因為三倍防禦 不可能打得那麼久 很多戰點 不可能拖得那麼長 上網到時查一下 這裏很快 因為它們沒有魔法之後 用Gerber的一個 那個儲力 那個招式 那個散射光線 就很快就搞定了 那麼 其實 規劃好手的資源來打 其實 是頗有三代的感覺的 其實等於你分配那個 風格職業 是嗎 就是哪一個位 用哪一隻 就比較好打 當然 其實可以很霸道感 你全部都配 頭旗手 那個Buster Arm 就是最後 剛剛那隻 後面那隻紅手 那隻基本上都可以 看到什麼難打的 上來一個頭旗都搞定 這個其實 所以 尼六打 無雙SS流程 其實真的不會說很難 除了幾下打 游利心那個 要內心 因為那個一定要用那個 那個叫做 Oversculture 那隻轉頭手 即是下隻手 去破那個盾 這樣才可以破無敵 這些爪呢 它彈出來是不會有傷害的判定的 只會給你一個硬直 所以要離開一點 很多時候 之前剛剛 要錄個無雙的時候 就是被一些觸手 沒有打死他們 所以 就 打得流程 無雙呢 就功利一點 怎樣 實際就要 怎樣打 如果你真的 夠技術的 這裡是可以拉上去 那些車廂上面 去打一個 一個連招的 但是這個真的要練 但是在流程用 就真的有點難 流程就一定是最實際的幾下 所以有時候 到三代開始 一種Stylish Stylish Combo 那些 比較風格化 很花哩花滑的 那些連招呢 三代開始 輕易到 到五代 你在流程中 玩這些 就真的 難很多 很難 三代還說可以 因為三代 你 打魔法連 背好招 背好那個甲值 有幾下固定 手感有 一定能打得到 幾下 二次浮空 二次挑空 那些 那些反而 就不會說 多練 但失敗了之後 那個挫敗感 就會更加強烈 所以其實 在三代 你說打 在流程可以打魔法連 是很厲害的 那你 都可以不打 因為其實 就算是三代到五代 其實最後一個強調 始終一個 都不是說 真的打了一些不樂地 其實是整個 按摩店人的系列 只不過是一種感上天發 大量 作為主流 看看可不可以 好像別人的 日本那些 日本很多高手玩家 真的可以在流程這樣玩 這些 年紀的 有 不是沒有 就少了 所以都是 我這些普通的 那當然是實際 打些 文工一點就算了 那這裏 過到來 他就有一個玩家過來 其實有個玩家過來 一起合作 會快打很多 的 因為你一個人打 他沒有一個 再幫手打 即所謂叫輸出 即不夠傷害 就打得慢很多 那這裏 阿伊引擎 阿伊引擎 來六成 那身都是有血的 有些血更加多 畫面更加精細 那 你說到現在 PS5 這個 世代 更加會有多漂亮 那就是期待一下 阿伊 後續 還有這個 虛幻5的後續 虛幻3的時候 真的不可以 太幼了 看起來好像幼 那樣 到虛幻4 虛幻5就好很多了 看看靖代以後虛幻5 那這裏 不過阿伊 我和他都不小心 這個小細節 在阿伊引擎裡面 碰到邊緣 會有一個急煞 即是現在到了次世代 或者上世代 很多的 豐富的IK骨落動畫 是很豐富豐富的 這個不得不說 即是 很多年不讚嘆的 一些奇術的革身 等待搭檔 當時我很早期玩 其實我這個無傷流程 很感謝他的 因為沒有他 即是 我打這一場 還有 後來這兩場 打黑騎士 和剛剛那隻 魔法組 確實很難打 因為很多魔法組 魔法組之後 你要很有耐心 黑騎士和那些兵仔 這個設計都不像 一代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 阿V就是會頭痛 回想起以前做Lang 那時候 轉頭手 就叫做 Hell to scatter 好像這樣叫 轉頭手 一開始他直接 拉一個惡夢 我沒有打中失誤 有魔法補救 不怕 轉頭手 扔下他之後 盡量 來一個 shutdown 給他 其實這裡不用shutdown 我想一個 草技的 那個 草力的手 都應該死了 這裏我穩陣一點 這裏已經慢了 有時候就這樣 舉起身就開始魔法了 這裏 有人 描得很快 為什麼描得很快 其實 不太清楚 魔法機制 有時候突然就會魔法 但合作就快很多 可能有 炮和 雀仔 和惡夢 打起身 快很多 不知為什麼 很快 很快 一關 就沒有了 很感謝他幫忙 當時我拆了這個M7 都拆了整個 兩三個小時 整天都 這個15 那個15 而且PS4 6 就算是Pro 嘩 錄得太久了 其實它可以優化 它是故意的 你去到5代 就一個SSD 哪有可能這麼快 其實就是 看廠家是否願意做一個優化 這整個關 就只有一個佔點 做計算 那你說這個佔點 盡量打一個A 無雙手基本上可以S M7 即是第七關 刷久一點也有 拖號 不會很難S 那來到15關 我記得15關當時是 我沒有 我沒有解說 所以拉方來解說 因為 剛剛說 一開始第七關 真的自己 沒什麼時間 其實最終錄一些新東西 但是你說錄一些新的 又要 即是你說其他那些Asian Game 即是那些 那些 那些斬殺遊戲 那些 那些 或者那些 所謂那些 那些 怎麼說呢 它們的新聞社區 叫Character Asian Game 即是那些很華麗的 那些動作遊戲 即是那些類似的3D 就 本世代和次世代都少些 其實都有的 有那個 《遇者玫瑰》和《師傅》 但是我都沒有買兩隻遊戲 沒有錄 所以沒有什麼新的 機會可以錄 如果要錄 又要打到最高難度 所以那個 時間就少些 其實機客 沒有事可以錄的 但是現在手頭上 都沒有什麼 沒有那個 電腦可以了 所以 可能 後續都會慢慢選一些 來解說 因為 沒什麼時間 就只能夠 找回一些舊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 好像別人的樂隊 歌手 慢慢 去到這麼一刻 就找回一些舊的東西來錄 因為 始終人 沒有可能 好像一個創作的 巔峰 和 時間 那 我就偷懶 拿回這個 應該已經是兩年前了 那時候 剛剛出沒多久 然後 就 錄一兩關 好錄一些的 無雙 那 這裡 這一個 是彈丁 那些關卡 裡面出來的 敵人 這幾隻敵人 就 怎麼說呢 都有他的難 其實主要是那些 甲 你要破 那個 銅色一樣 都要 不要讓他一出動作 因為五代 裡面 都是 你在鏡頭裡面 有一點距 就立刻突然 他會預留了一個仇恨 會打你的 到時會在屏幕外面打你的 不是說 真的 驅離於說 在 你的視覺裡面打你的 當然 他不會說很過份 都會有一點鏡頭 裡面讓你看到的 但是那個 一般人都反應不及了 所以只能夠大家都很功利性 拿一些 控制比較強的 這些手 這個 例如 Overtry 的 這隻雷手 很高的雲值 但是不知為什麼 應該打他不穩 那現在關卡 我錄是因為 他很多都可以 很多手 可以給你錄 可以給你留 可以給你留 那就可以怎麼炸都可以 又炸了一隻手 所以 都浪費了六隻手 在這裡打二刀 更加一個強調 這裡下面就有了 可以繼續 換手 其實全部手用都可以 是這一關 所以我就很喜歡錄這一關 因為方便 當年你要打完全戰點的 無雙S 就要一點時間 這裡後邊錄 這裡後邊就 我都沒有用邊手了 邊手好 不實際 邊手很多時候 邊手 一直連打 這麼難 挺過癮的 這裡就有功利了 就是 時間手 還有 這個 投技手 就是 Buster Arm 還有 Write Arm 這隻手 因為真的很實用 就是這樣 這個時間 黑屏 錄得比較久 所以其實 幸好當時我就想 他到時有錄 PS5 可能都會有 特別版本 沒想到 加速模式 所以就很少練 5代 加速之後 一些手感 特別是次元斬 那個手感會不同 其他都還可以 那些可以熟悉一下 即是 去到次元斬 即是你自己用 維吉爾的次元斬 那個 Jesting 還有那個 我不知道 加速模式之下 用彈丁 19關 打彈丁 B次元斬 的節奏 我想應該都會有 少少變 這個 等以後有PS5 才想 現在都在解說 以前PS4 那這裏 其實很多手 看著這裏 基本上是最 優解的了 因為其實這裏 你一解了後邊 後邊那裏 根本都不用用 short down 那裏 基本上 你後邊那裏 解了一個投機手 就可以搞定 其實short down 就有點浪費魔力了 三級槍 有這類的那類 我剛剛說 其實三級槍 不一定要 有時候就是 一級槍 存夠了子彈之後 即是在五代裏 存夠了子彈之後 它是帶一個 那個暈的 你一射下去 就會暈的 其實更好 三級子彈 三級子彈 一射下去 就會自動爆起來 然後再爆 這個就是打賽刀哥 最不好的一個點 因為你其實很多時候 可以充滿了就射 一射了 怎知道就搞到它 霸體衝過來 那其實那個就是 空場 其實有時一級子彈 有一個好處 就是這樣 就好像 那個彈丁的雙槍 JS 即是槍神下面的 那個 空中風格 暴風雨 中頭 就帶一個雲 這裏 也有一個 什麼 我就 這裏原來 有一個神像 我都忘記了 這個 紐飛鴻女王的 這個 那個特效 那些畫面的特色 真的很美 真是美 說真的 這件事 真的 向著現在很多 遊戲 3D化之後 慢慢就 畫面更加去貼近 真實的畫面 當然 你要說真的 要去到世界 跟我們見到這麼真 可能還要過多五六年 五六年 應該就行了 當然這些其實有錢 就可以解決的 但是現在技術上 應該都差不多了 去畫五已經是很美 去畫五那些就真的有錢 基本上應該就可以 好 比美 真人 那樣 這裏都是直接 兩隻 兩隻 賽刀 兩隻 這隻投機手都搞定 因為後面就打那隻大機 都還可以爛一些 兩隻 還有一隻 我忘記了 這裏是差點失誤的 我記得 這裏其實都可以用 投機手搞定它 就算了 沒人知道你玩什麼 當時 這裏 這裏是失誤了 就是打死這隻 忘記了還有一隻 這裏有 想玩一玩 飛燕也失誤了 這裏不要緊 那裏 就這樣玩一下藍拳 就不是必須 我都說過 只不過是一個有時定位 定一定敵人的 那 就 十滴傷害 就是 可以 偶爾玩一下 用一下 的過癮 其實 當然 現在你可以舉摩一些 玩什麼 五代是四代的DLC 萬物皆可DLC 真的 好噁心的 其實 因為 你知道玩過四五 其實 這個實際 都算有些區別的 雖然創新不算特別大 就是 就是在整個 不是 就是在彈丁上 就不算特別大 在彌陸上 其實算是很大的 因為給了手 彈丁就給了一個 針摩人 那麼 GX下面的一個 槍械 終於厲害很多了 不是說沒有創新的 只不過 還沒有去到 一到三代 三度代 DMC 那隻大創新 那樣 其實現在後面 為何說DMC Devil May Cry 就是 為何口碑越來越好呢 其實 你現在看回 真的挺好的 除了大機 就比較噁心 好歹當時好像有 這張 就是 345的導演 有看著 那個 忍者理論 去盯著他做 又不是真的 我想都很容易做到 搞不打八 有時候真的 在美洲和歐洲 工作組做 這個 一隻 動作Game 這種 Beat and Up 是真的差很多 做一下 做 ARPG 真的反而好一點 反而好一點 還有一些開放世界 去到真的比較 舊式 這些 Beat and Up 或者暫殺的 真的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不是現在 為何到現在 就是 做一個師傅出來 其實師傅也不錯 其實師傅也不錯 真的 算是很好的 現在師傅這樣計 不要拿其他對比 這裡打雞仔 其實大家都知道 很快就打塌他 只要動的時候 打一下就會塌下 然後 上來就用Shot Down 我好像如果Shot Down 不是魔人化 我不知道傷害 是不是少了 在這裡騙多一個Shot Down 然後一個 一個頭記手 就可以打 差不多半血了 為何要打一下呢 打一下就怕 那個頭記手的指令沒有出來 所以就要斬一下 然後用頭 再鬆一下 這個 吵力的 那隻機械手 機械手 我就一定是教了 四個板機件 因為 如果你要抓住 那個 O件 不實際 真的不實際 除非有背件 可能有得想 不過其實 人的無名之童 我跟Mage來活動真的很差 你說去到背件 即是玩這些觸手遊戲 你去到背件 真的幾好幾好 其實我不是很純 因為我是試過用背件 PS4官方的背件 其實很一般 你說去到XBOX 那隻精英 是不是這麼好 我都不太相信 因為就算你玩彈丁 你四個風格 猛地來來來來去 切來切去 我覺得都不太實際 因為始終很容易失誤 倒不如都是一隻食指 搞定了 四個職業 因為 食指 在人的手指裡 是很靈活的 你反而那個 按好一點 就是這樣 這個是基於我沒有用過精英手掣 用過一個官方那隻 很差的 PS4背件 得出的結論 當然 在絕對的手續面前 其實 絲手不是必要的 因為其實打得好看的 那些SS 那些年紀 都不是這麼著調 一定要像抽筋一樣 轉來轉去的 就是這樣 那這裡 雞仔出來 就是等於 白送的 網絡語言說 就是等於 就是送給你打的 那出來之後 就打他幾下 魔法Shotdown 之後 再飛一個三級槍 沒有給他 我還要 應該給了 之後 最後一個頭的手 那就搞定了 其實都 沒有一個講解 其實都是 這兩期 就是吹水 吹多 吹少少 就是 大概講一講 其實有時候 自己對於 這個惡魔獵人的 一個系列的理解 因為其實 真的 我 評價一隻遊戲 好不好玩 始終都不是說 即是他心讀 是說真的 是不是很多年招 是不是要 飛天不落地 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 其他 怎樣搭配 都是看什麼遊戲 那今期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收聽 下次再見 請